Hello 今天是一期适合干皮用的 我爱用的粉底液的分享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肤质啊 一个黄皮 七色好的时候应该可以算得上黄100 然后是混干天气热的时候 TQ这一块会出油 脸颊干 鼻翼和眼角比较容易卡粉 胀痘痘 脸上有不少痘印 黑眼圈很重 是敏感肌容易过敏 所以呢我对粉底液的要求就是 保湿好 不容易起皮 然后遮瑕效果好 对皮肤的刺激性小 最好是养肤型的 不容易焖痘 最好最近要换季 马上就要秋冬了 所以我今天就来分享几款 我用下来觉得比较赞的粉底液 一瓶呢是这一瓶 Burbe的柔物持妆粉底液 这一瓶在网上几乎找不到它的推广 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一瓶粉底液 我用的色号呢是Light Cool 就是比较适合白皮的N30 这个色号的话上脸会稍稍有点白 那是过了一会儿 它就会稍稍暗沉掉一点点 它是像奶油一样的质地 没有什么流动性啊 会比较像粉霜的质地 用这个我喜欢 先用手指在脸上推开 再用海绵蛋铺全脸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雾面哑光的妆效 这瑕丽也还不错 可以看到我的黑眼圈 还有痘印也基本上都可以遮掉 持妆效果的话 如果4号太白 它之后会稍稍的氧化掉一点点 不会暗沉 对我来说 它的持妆力和double wear是不相上下的 上妆7个小时的情况下 也就是鼻翼旁边会卡一点点粉 干皮如果想要雾面哑光妆效的话 这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如果是沙漠皮可能还是不行 中性和混干可以试一试 然后就是亚世兰黛的白金粉底液 这是一个养肤型的粉底液 据说要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精华 所以干皮可以大胆充 我的色号是EC0是最白的一个色号 是很水润的丝绸的质地 延展性非常好 真的超润 也不厚重 可以看到粉质真的非常的细腻 不会是桂线的粉底液 这个一上脸就是水光肌 我最喜欢这种会发光的妆效的 感觉皮肤就像是天生很好 很水润 遮瑕力还不错 薄薄的上个两层 瑕刺也可以遮个八九层 像这种深一点的痘印的话 再单独上遮瑕就好了 持妆效果也很好 我混干用一整天都不会觉得干的 并且约到了晚上 它就会越有光泽感 但如果是大夏天的话 中间还是可能需要补一到两次妆 因为它是养肤型的 所以卸了妆之后 也会感觉皮肤很好 如果觉得白金偏贵了呢 那浸水就是一个平价的选择 也是传说中的干皮 亲妈 我用的色号就还是EC0 也是很水润很水润 流动性很强 就是水光感的奶油肌 遮瑕力是肉眼可见的 还可以 因为水润感和遮瑕力不可兼得嘛 所以这种比较深的痘印 真的要单独的遮一下 但是光泽感我是真的还挺喜欢的 我很多干皮姐妹都很爱这一瓶 它持妆的话相对白金来说 就会稍微弱一点点 暗沉和氧化倒是不会 但也是中间需要补妆了 不然很容易卡粉 以及如果是混合皮混干的话 夏天用的话 还是没有那么控油 但是秋冬用时真的还很好用 没有压力的 接下来是这个Share Tigre的 青莹无瑕粉底液 这个真的是我近两年的挚爱了 之前就有用灯去年的年度爱用 这个粉底液整体我都觉得有一点偏黄 但是因为它后续不会氧化和暗沉 所以我用比较自然的2号色是非常合适的 它一开始的流动性还可以啊 它等它干了之后它就会扒在皮肤上 所以真的是持妆第一名 用这个的话我喜欢 先在脸上铺开 再用定妆喷雾噴湿的海绵 这样会比较保湿不容易拔干 不然对于沙漠干皮来说的话 它还是会有一点干的 可以看到它的妆效是非常雾面 非常仰光的 它的持妆力和致香力都超级宝 基本上都遮霉了 看现在刚上脸呢 看起来会有一点点厚 等过了一会儿 脸上稍微出一点点油 它就跟粉底液长在脸上一样好看 持妆力真的很绝 我一般去活动或者有比较重要的约会 我就会拿出我这瓶粉底液来用 也是越到晚上 越跟皮肤融合在一起 它的妆效就越好看 我推荐过的朋友也都这么说 最后呢就是这一瓶胶懒的小灯泡粉底液 是这里面最水润最轻薄的一款 也是属于养肚型的 我的色号是00N 看着感觉真的是 跟乳液一样的水润 很细很细的粉 上脸呢真的非常有光泽感 它真的真的太水润了 所以遮瑕力就比较一般 但是皮肤底子好的时候 用这个是真的绝 就会像韩聚女主一样 皮肤水当当的 但纸妆比刚刚那几瓶都要差 所以混合皮的话 夏天是不太适合 但如果大干皮用这一瓶 可能就有一种 遇到真爱了的感觉 好啦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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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